今天有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吴梦化说 民进党提出的15笔的漏报的单据当中 其中有11笔的支出 它只有张贴汇款的证明 没有发票的 所以依法根本不能申报的 柯文哲黄珊珊主张的916万的假账 这也是端木正自行调节 那如果自行调节 它应该是有相关的凭证 例如说地域500万 200万 216万的两公司的收据 或者是发票 所以它的收支账本 跟金流账是不平衡的 也曝出了黄珊珊因此而动怒 他跟端木正说 你这时候才承认 没有啦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今天看到四长毛 四长毛再一次的爆料 他说柯文哲两笔 是由立顶协销公司捐赠的政治现金 变成好几笔匿名的小额捐款 所以要让大家看到一个假象说 柯文哲他不拿财团的钱 一下车再度被记者团团包围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被问到党内的政治现金申报 一云十三间其口 不过前两天民众党召开记者会 晒出发票评证自侵时 被民进党议员何梦华发现 有玄机 有十一张就完全无法申报的 因为这些单据没有自带明细 不符合监察院对支出凭证的申报要求 和梦华抓包民众党的powerpoint 秀出的十五份漏报资料 竟然有多达十一份只有汇款记录 没有发票或明细 等同无法分辨这些款项花到哪里去 他质疑这样的凭证 根本不能作为政治现金申报支出凭证 至少两笔交易 我们的发票刚好是贴在第一页的 所以议员他可能没有看清楚 那各位也放心 这些所有的支出凭证 我们都会减负 重新补证申报给监察院 民众党解释 记者会上的powerpoint 没有放上全部的发票 他们交给监察院时会确实补证 只是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一川也揪出 这些发票上被打上好几个XX标记 恐怕是被会计师认为有问题 而其中一张金额突破千万的手写发票 竟然只写了执行费三个字 也被外界认为太草率 民进党持续猛攻民众党的申报争议 小畅民也仔细检视自己的捐款 有没有花在岛口上 就订阅张宇轩台北上不到